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's World。 北京时间3月30日,NBA常规在快船主场,121,比115,险胜劫势。 快船球星保罗乔治,商评43场比赛后,迎来复出,本场比赛,命中6G3分,贡献34分,6助攻4抢断,其中,第三节,单节砍下20分。 爵士前三节,一度取得25分领先,快船末节,成功将分叉抹平,完成比分百超。 随着克拉克森抛头不进,爵士没能缩小分叉,快船实现25分大逆转。 本场比赛过后,快船终结5连败,爵士遭遇5连败。 数据统计爵士,米切尔,33分6助攻,康里19分,埃尔南哥麦斯,13分6篮板,哥贝尔,9分14篮板,2强段3盖茂,替补克拉克森,17分5助攻,盖衣11分3篮板。 乔治3分8中6,得到34分,6助攻4抢断,雷吉,21分,3篮板,5助攻,组巴茨,8分6篮板,替补克纳德,17分,哈尔滕士泰因14分7篮板6助攻本场之星,暴罗乔治,在商品43场比赛,迎来付出,他本场比赛发挥神勇,全场命中6G3分,贡献34分,6助攻,4抢断的出色数据,个人效率值,29全队最高,其中第三节,更是读得20分。 虽然主教练卢表示,乔治今天会有出场限制,但他丝毫没有受此影响,表现非常出色。乔治关键时刻送出抢断,帮助球队,从落后25分,完成逆转。 高光时刻,米切尔快攻空接Pico康利,超远3分,命中乔治,命中复出的首次运动战进球,米切尔欧洲不上篮乔治欧洲不突破上篮比赛,回顾首节比赛开始,埃尔拿戈麦斯3分命中,率先为绝士,取得运动战得分。 雷吉上篮打进,康利3分命中,祖巴茨勾手得分,埃尔拿戈麦斯,3分在进,绝世9比4开局。 绝世打出一波13比4的进攻高潮,成功取得双位数领先。 米切尔空接打进,肖莫里斯,二把一中,盖伊3分命中,戈贝尔布兰得手,绝世领先快船16分。 雷吉抛头打进,康利3分命中。 首节比赛结束,绝世32比14,领先快船。 次节比赛开始,康利3分命中,绝世将分差,拉开至20分以上。 乔治3分命中,克拉克森3分,环一颜色,乔治和肯纳德,连续3分命中,康利3分在进,乔治连续得分。 奥尔突破爆扣,克拉克森,打进2加1。 快船打出12比1的进攻高潮,将分差,缩小至10分以内。 绝世连得8分,再次拉开分差,雷吉,3分命中。 半场比赛结束,绝世61,比48,领先快船。 一边再战,绝世开局连得8分,再次将分差,拉开至20分也上。 巴图姆跳投,为快船止损,康利,和埃尔拿格麦斯,连续得分,乔治,连得6分。 米切尔打进2加1,雷吉,和哈尔腾什派因,连续得分,埃尔拿格麦斯,跳投打进,米切尔,突破上篮。 乔治上篮打进,慢扣完得手,盖伊和乔治,对标3分。 快船打出12比4的进攻高潮,将分差,缩小至12分,进入第4节。 三节比赛结束,绝世94,比82,领先快船。 莫杰比赛开始,康利跳投打进,肯纳得3分命中,帕斯卡尔上篮得分,慢步拦得手。 克拉克森突破打进,康利,打进2加1,快船连得7分,双方分差,来到队位数。 米切尔连得4分,哈尔腾什派因,不完得手,米切尔,冲击篮筐,造成犯规。 乔治3分命中,雷击上篮得手,快船连得13分,完成比登百超。 米切尔跳投,为球队打破僵局,克拉克森上篮打进,肯纳得,3分命中。 随着克拉克森抛头不进,绝世错失斑平机会。 快船罚球线上,5罚4中,锁定升局,完成大逆转。 双方首发局势,康利,米切尔,罗伊斯奥尼尔,埃尔拿哥迈斯,哥贝尔快船,雷几杰克逊,保罗乔治,巴图姆,小莫比斯,祖巴茨,文宇文篮球。